大家好,我是后边胖子 今天上午一个朋友到我店里给了我一批东西 让我帮他送评级一下 这些都是穿的还过来的 这个是一个开上老君的那个三轨 这枚币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的 这枚应该是假的 这个直50说实话我也觉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它的编道什么都还可以的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可能有点 反正这一段是挺不自然的 但是它的文字的状态 穿口工艺都还可以的 包括这个撞光的状态都还不错 所以这个我也吃不准 它就一定出不了风 然后呢 这是一些大概的东西 这是那个 看一下 这个呢 是一个五幅 这个币大概也是假的 这个呢 是一个八卦 嗯 说实话 就是类似这种包浆的 我都不大看好 基本上就没拍到过对的啊 就这种包浆非常 也基本很难露合 我觉得 然后这是一个带用币 可能是赌场里面用的 带用币 五毛钱的东西啊 这个是一个29家的三底龙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反正上次就认为是不对 这个币 但是那个底章啊 这个杀型啊 不太好 但是呢 我师傅的师傅 就是圈子里面 我师傅的师傅 说这枚币是对的 就是他说的嘛 这枚币是对的 然后 上次我去打盒子是没有进的 这枚币 但是我师傅的师傅 说这枚币是对的 就是当着很多人的面说的啊 就这枚币是没问题的 他他见过这种状态了 就是属于稍微晚期一点的 他这个底章就会这个样子啊 这个东西也不好说 但是就是我再去送一次 试试看呗 对吧 再帮他送一次 哎 反正这老头找我 我也觉得没啥好事吧 因为其实我们做评级是挣不到钱的 也就是做一些客户的 就跟自己关系很不错 客户的评级帮人家做一下 对吧 但是就是其实不是客户的 我们也不大 就做不做都无所谓的 这东西又挣不了钱 反正公伯给七折 你给人家也是七折 你又挣不了钱 还要担心就是东西丢了 你还要赔 对吧 其实就没啥意思 就做点客户的嘛 就无所谓嘛 像这个的话就是 啊 都是一些大头小头 这是几个银员 大概有四五个银员吧 去考试一下 银员怎么说呢 嗯 其实也不是很好说吧 我觉得有几枚基本就是假的 像这个这个这个的 我就觉得不大可能会对嘛 这个 对吧 这个状态的 这个云南也是不对的感觉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嘛 哎 哎 反正人家送我也没办法 我是觉得其实有的 就是 你你你你你 不对的也没办法的 说从看吧 反正有几个也是他刚收的嘛 啊 大致就这么个情况嘛 还有一点银员 就是这一批东西 你帮他拼击一下 哎 很多时候也没办法啊 很多人呢 总觉得哎呦 是你们这些人矫情啊 什么的 其实说真实话 就是你帮别人寄这东西去 你打出来 你说人家也是欺责 你也不可能挣钱 对吧 大家都透明的 就这么回事 但是呢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人家呢 就是说 找别人不大放心 然后就找你来做这个事 但是呢 其实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信的就是说 快递啊 什么我们保价吧 像我正常像这么多 我保个一万块钱很正常 然后保个几千块钱很正常 让人家那个单子上会加一个特别备注 快点会当心一点嘛 就是这个东西 嗯 但是很多人是不大理解的 就是说啊 你来回快递费一百五十块钱 不得一百多块钱 很多人理解不了 老板 因为比如说你这一堆东西 你我我说我昨天刚记了一批 他说我今天帮我帮他记一下 我到底是保价呢 还是不保价呢 对不对 所以就很烦的有很多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 都是那种就是不斤斤计较 什么都无所谓的 对吧 我们也希望每个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实就是说 每个有的人他是 十块钱五块钱都是很计较的 那你很多生意就 就是你就不想碰了 碰了也没有意义 还好这是公博的 如果我之前还有一批帮别人 搞得批合的 哇 收出两年多都没消息的 那个真的是很烦 嗯 对 行吧 其实我们主要呢 就做点自己的送品 其实对外的话也不是很在意 就是说收品这件事 我收了其实也没啥钱挣的 又要折腾又要麻烦 对吧 然后很多人还有这个要求 那个要求 像我们去跟公博沟通的时候 其实也很难沟通到 这要求那要求的 对吧 弄不好就是吃力不掏好 对 确实最近这种事要碰多了吧 我现在这边还有一堆 还有大概几千块钱 就是打完盒子没付钱的呢 还在我这 对吧 他说他这几天不过几天 都过了一个月了 还没打盒 我问他到底打什么 我说你打保粹的话我没有路整 我说我去打保粹 二十几块钱一个盒子 我说你还不如打公博沟了 我说公博沟出来 都说还有点用 对吧 然后打了几千多块钱 到现在还没来拿盒子 哎 我们本来就垫钱弄的 然后也挺尴尬的 他东西我把它处理吧 也不好处理 然后人家也没说他不要了 也没说他 就是随便拿几个BD扣 对吧 都没说呀 你也不能动他东西啊 就这么耗着 你转眼就快两个月了 嗯 行吗 等下就把他这些说去评级吧 最近确实是挺郁闷的 最近的行情是比较差的 大家谨慎投资啊 我就说实话啊 拜拜 拜拜